在当铺帮助大家周转应急的人 我们会称为二叔公 二叔公的来源有几个说法 有人说以前乡下江湖旧急 都会找隔离二叔公帮忙 久而久之 就令当铺的管事变成二叔公 另一个说法是 二叔公来自二叔、二叔的谐音 代表他们是友善、和睦 帮助大家度过一时难关 所谓欲当二叔公、岁化十年公 一般二叔公都是当铺中年之最深厚 经验最老到的一位 所以通常的二叔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我叫徐振邦 最主要研究香港历史文化的 近这十年做当铺的研究比较多 我去过当铺就超过二百间了 包括香港九龙新界都有 我最初研究当铺的时候 可能纯粹是找这间当铺究竟是否存在的 可能拍摄相片 后来我觉得这样是不足够的 我要尝试去做一个当铺的程序 所以我去过那二百间当铺里面 我全部都做过当铺的了 香港的当铺是偏向纹身多一点的 以我观察当铺最主要集中在一些旧区 或者在一些人流比较多的地方 我看到可能是游尖旺 中尚环 荃湾 元朗 这些地方是会比较多当铺的 基层的市民会多一些 他们会光顺当铺的机会是大一点的 市民需要 真的可能急需要少少钱的借贷 那就会去光顺当铺 22年前 全港当铺数量大约250间 22年后的今天 当铺数量只剩大约180间 又说当铺是民生的 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呢 当铺越来越少的原因 我会觉得这个入房的门栏其实都挺高的 因为如果不是一个资金之底的人来做 其实大家都会有少少戒心 没有那么容易有新人入行 就算有人肯接手 顶手的话要整盘货去顶 资金需求要有一定的程度 其实就会越来越难有人去继承这个行业 他是Alvin 九十后 属于全香港最年轻一批的二叔公 五年前为了圆满爸爸的心愿 接手了这间存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当铺 令原本有一份高身厚绩 美好前程的Alvin 就好像将自己的前程变成当品一样 当了给爸爸 当初我爸爸叫我回来做 都有一点抗拒 因为对当铺的形象 都不是那么印象好 我家和当铺都比较有深的联系 我爸爸本身去做二手买卖 其实从小到大都接触不同的当铺故事 就听得太多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赌钱 或者吸毒问题 就会觉得比较负面 他们这一行的东西 有些矛盾就未必是那么想接手这个行业 回来做都是想满足爸爸 他想持牌一间当铺的愿望 这间当铺的外观 虽然与传统当铺相差无几 不过Alvin接手后 大胆地将以往当铺某些传统的做法转变 Alvin,我知道你接手了这间当铺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加到一些新的元素 一接手了这间当铺 我就由手写票 就变成全部用电脑票 以前那种当铺的文字 虽然说它是美 但是很多客户亦都回答来 就是他们看不明白他们自己当了些什么 如果我用电脑票的话 其实现在所有字是很清晰的 他们可以很明白 他们自己当了一件什么的货件 在我的店铺那里 年轻一代我们始终容易接触不同的资讯多些 因为太多假东西的关系 有个叫做黑名班的系统 去登记了那些人的资料 我们就可以避免用到假东西 即是你比较年轻的二叔公 会不会是一个接受能力比较高的二叔公 对很多人来说 其实当铺是什么都可以当的 你是不是这样觉得 其实当铺是真的 总之那件事是值钱的就能当的 如果他有信心 他之后可以处理到这件事 即使他断档 我也有办法去卖回去 总之有价值就可以了 那你有没有说你最擅长是当什么物品呢 我一毕业就进了实验室那里去做铸石评级 这样的 比较熟悉的就是可能我拿到一粒铸石 回来容易一些去给个估值的客人 有没有试过有人真的拿假石 有真的蒙骗到你呢 有啊 其实当时也很相信自己看铸石的能力 因为始终也看过几万粒铸石 到最终也是很不小心 让我现在手上这粒中了招 因为他真的做得很漂亮 他连尺寸都跟回原本证书的车 骗了自己也损失了几万元 对了 即使是神经八战的Alvin 都会被现金科技难倒 所以现时大部分的档袍 都会有一部专门验证铸石珍艺的 银别机帮忙 现在这粒是厕所工 你就会听到它怎么都会重新的 就是不过这部机的 明白 哦 是就这样放进去 对了 所以就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分辨到粒银的真假了 如果这样一招下去 是 那它是说PASS 那就已经是一个自然的银 就已经不是那些研究工了 那我想问一下 这部机其实它是凭什么去查 就是究竟这一粒是蚤 还是是天然的银石呢 这条管 它有一些干射出来 照着那粒银石 它听到那粒银石 有没有那种特定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人手是真的做不到的 如果你说用肉眼看的话 最多是会看到可能它会比正常的银石 是有点灰灰的 暗的那种雅色的那种感觉 都是个人的感觉 明白 所以球快的 通常这些当银石的客人 对 所以这部机 顺机 必须 接手当铺后 不止当铺做法发生转变 还有的是Alvin当日抗拒当铺的心态 进来做当铺 没有以前自己以为的那么负面 其实有时做生意 他们有时有些人需要帮助 有些餐厅老板 或者物流公司的老板 在早几年COVID期间 他们的资金周转很不方便的时候 让他们去拿资金周转 去捱过这个难关 五年时间 按档普规定四个月为期限计算的话 Alvin相当于逐档了二十次给爸爸 逐档的原因 除了档普改变了自己当初想法之外 Alvin也很想用行动 去改变大众对档普依然存在的偏见 有些客人常去挑战我们 喂 你会不会换了我件货的 我们都是讲求相遇的 如果我为了几千元换了这件货 我们这行生存不了 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很老实的商人 不需要那么神秘 大家知道多些我们的东西 就会有信心 其实都是一件好事 这几年如果你有细心留意 不少档普外观已经慢慢地变化 有些没有了最标志的遮丑板 有些没有了高高在上的柜台 有些选址是从来未出现过的地方 不止细望连它是档普都未必知道 我们是第一个作为典档业 入到地铁 我们在这个行头也做了差不多半个世纪 我是陈启豪 我从事典档业27年 问人借钱在中国人的社会 是属于比较尴尬的事情 假如你还要拿着这件物品 和人家讨价还价 可以借到多少呢 我觉得会是比较一个不好的体验 我们很多数的客人 已经是透过Apps 有我们的Hotline 有我们的WhatsApp报价 他来我们店铺之前 假如大家可以商议到一个价钱 将这个典档的过程简化 来到这间店铺的时间 其实是很短的 传统的档普 我们会有一个俗称档中 即是遮身板 这里你是见不到的 取而代之 我们就用了一条长的走廊 我们也附置一个独立的回客室 好像银行的Premier Banking 的一个概念 大家是平起平坐的 所有的过程当中 客人是全程可以观察得到的 其实我们都是跟着市场走 追随着客人的需要 不可以默守成规 档普不是黄薰行业 档普都会是一个 可以持续性发展的行业 从未入过档普的我 竟然一次过去了三间档普 本以为档普只是一个 救急方面的选择 没想过它会是民生的见证 可能想象永远比现实可怕 只有亲身了解过 才会明白它们存在的必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